今集食肌肥我們來到 佐敦 佐敦我經常會去廟街吃煲仔飯 我自己最喜歡吃奧牛 希望奧牛的老闆見到這段片 接受奧牛的訪問吧 但今天我們不會介紹吃奧牛 因為大家都非常認識 那今天吃什麼呢 我們去一些小店吃好不好 好 原來發現佐敦真的有很多小店 你呢 說口號吧 給米子來到佐敦 不會吃到一公斤 Go 走吧 這間其實我自己就上來很久的 因為follow了米線關注組 他就經常推介這裡的黃酒雞米線 對 這裡是觀衝街街市 我都未來過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這間應該是隱世的米線店 其實不是網民推介 但我想我們也會突然來這裡 而且夏天有人說會吃到淨頭汗 現在冬天來吃 還要吃黃酒雞 我上網看到有個隱藏公司米線 然後我剛才找的菜單 都未見到隱藏公司米線 難道是否真的要點 我們現在下單了 我想問公司米線是甚麼 公司米線有百用菜 有脂筋肉 腩肉 冬菇 芝蓉 炸醬 雞翼 即是你選甚麼給我們吃 就吃甚麼 Fiona 我想要支持 現在麻煩你 先噴一噴 這個不像酒精 什麼都可以 成分天然又安全 吃吧… 我們不客氣了 乾杯 吃東西了 我先喝湯 這個湯不是那種濃郁的味道 但它有很淡淡的黃酒味 再加上魚韻是很甜的 它不是很濃厚 或者湯底是很濃厚的 平時因為坊間吃的黃酒雞米線 都會比較濃厚一點 但這個是偏向清甜一點 那個雞很嫩滑 還有還有少許酒味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它的酒可以再加強一點 是最BB般的黃酒雞 我會期待黃酒雞是很濃的那種 但這個是比我想像中淡很多 尤其現在冬天 你就會很想喝下去 就是暖泡泡泡 我覺得它被迫做到這種感覺 因為它不夠厲害 我們沒有打開了七年 家人自己一起做 家人很喜歡生人小朋友 就很喜歡吃黃酒雞 補回身 媽媽生我們 婆婆就煮雞酒給她喝 一邊一邊跟著學 然後她自己就懂得煮 我們是用一些農家雞 不是外面那些雞 那些油就沒有那麼重的味道 就清淡一點 甜一點 就加些薑、黃酒、杞子、紅酒一起煮 我們在黃酒當然就逐碗逐碗煮 時間左右會長一點 因為你一次過煮 按一下 飽不到 那些味道又不同了 小鍋米線就這樣來 用一個小鍋來炒 不夠濃你可以叫它多酒 多薑 味道就會濃很多 接著我們就試一下這個 隱藏公司的米線 其實大家都知道公司這件事 就像公司三文字 即是斬禁的意思 它的料不是連鎖店的米線 它是有些車仔麵的料 例如豬紅 有時去連鎖店 你就會說我想吃車仔麵的料 然後就沒有了 連鎖店的全部都是軟軟軟 這個我沒有見過有一顆軟 裡面的材料就包括有豬紅 有豬頸肉 雞肉 雞翼冬菇 還有冬菇可以夾給大家看看 很大塊 是一開二的 這麼大塊 是這麼大塊的 看平常吃米線的湯底 酸酸的辣辣的 是不是高橋米線的味道 它的酸菜味也挺濃 但這個我喜歡一點 這個湯底我喜歡 是不是比黃酒雞好 是 這個可能濃味一點 這個真的相對 味道是清淡 這個湯底是惹味的 這個湯底是 米線是超入味的 對呀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放得久了 還是因為什麼 它不會糊度 好像軟軟軟軟軟 它還有一點點彈性 豬紅不散的 我都很濃 全部的東西都很入味 如果我來這裡 我會推介這個多一點 大家要記得 跟老闆說 要一個公司為線 因為公司米線 多數都是熟客上來 不知吃什麼 隨便收拾給他們 很多菜 裡面有八樣東西 我自己夾 有時候會比較重 給他們 湯底煮 分為麻辣和酸辣 酸辣會比較適合大家吃 麻辣比較適合 那些喜歡吃辣的 你加酸菜 就會中和這些辣椒的味 所以不會有這麼辣 所以酸辣辣比較好吃 可以吃一點 下一站也是來到一個飲幣的餐廳 對 很像是在這個巷裡 我們現在進去吧 好 通常是飲幣的地方 甚麼是 蛇鬥就是打工仔會去 偷闊的地方 蛇王的鬥 很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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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這裡 這個天井食堂 它真的是在天井下面 我看到它說 牛肉漢堡 鰻魚飯 豬馬 換言之就是牛肉痛 鰻魚飯是最出名的 我想說 剛才我找到鰻魚燒雲飯的照片 想告訴大家 然後他笑我 我是吃吃的粉絲 對 鰻魚燒雲飯 有甚麼最重要 蛋 叉燒飯 對 其實還有一件 是綠色的食材 那是菜 對 那是菜 但這個就變成蔥 看到它的蛋也有洞邊 很棒 而且顏色很漂亮 我覺得它來到這裡 就好像 平時去到東京日本 鑽洞鑽 看到我的小店 就是在這樣的格局 很有日本感覺 而且它擺碟也很漂亮 它這裡有個好處 我們今天也有小飯 但有個好處 它可以無限添飯 老闆說這個糖心蛋是限定的 這隻是最後一隻 兩點多已經是最後一隻 這個有點像 連鎖店的牛肉當飯 但我覺得這個是 很日式的家 媽媽想你健康一點 吃多一點不同的食材 所以就會有這麼多款的蔬菜 再加上牛肉 我覺得牛肉不算很肥 它的牛肉是偏瘦的 不知是否剛好我選的那塊肉 很瘦嗎? 我也瘦的 但真的好像連鎖店的當飯 質量可以更濃郁 而且這個價錢其實不算貴 不用60元喝 我們這間餐廳開了七年 當初就是想在尖沙咀開一間 屬於自己的餐廳 但是預算有限 所以就選了這個店 創業初期真的完全沒有人知道 一天可能生意額都是幾百元 很少 最初那一年都是先守住 都是買回一些簡單的 日本的家庭式料理 晚上就會做一些串燒 類似深夜食堂的一些小食 冬油我們就用了洋蔥煮牛肉 加了我們自己鼻製的一個瘦氣小汁 那就是Sake 醬油 味淋 糖 還有一個堅魚噴布的高湯 接著嘗嘗這個 暗營燒魚飯 就是這個鰻魚 究竟你覺得雞蛋也不能爆開 我們一起做這個開彩儀式 嘟嘟嘟嘟 又嘟嘟嘟 嘟嘟嘟 夠了 1 2 3 嘩 好鮮黃色 看上去好像很簡單的東西 但其實應該暗藏了很多心思 因為剛才看到老闆做的時候 光紅紅 你見不見到 噴了一些Sake在裡面 對 很神奇 我想試一下這個鰻魚 加了Sake下去 鰻魚是沒有那麼腥的 本身我覺得鰻魚是有一點大腥的味道 但你問我 如果閉上眼睛 我覺得它加了Sake 就是不覺得的 不少是跟它的蒲燒汁都加了多少 是有關的 但它的蒲燒汁不鹹的 因為有些是會加很多 然後是超級鹹的 有時候很怕 外出吃鰻魚 還有一點水骨在裡面 但這個是沒有的 而且它的蛋漿是很粘口的 所以相對上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我現在想要多點飯 因為剛才我們點了小飯 你覺得可以配飯更好吃嗎 接著要試這個珍寶蝦 真的很大隻 我看到它 現在餐廳也有很多不同的小食 都吸引了 我看到有名太子雞 戴了一個拳頭 戴了一個手掌 超誇張的 頭也砸起來 有蝦頭 蝦頭整個都砸了 看它的肉 好像很鮮嫩的感覺 真心棒 這個 從小食來說我覺得很高質 58元 兩隻 我喜歡 其中一個比較受歡迎的食物 就是暗燃燒魚飯 用了日本來的新紀元曉的雞蛋 做一個香港和日本的Fusion菜 就是向食神致敬的暗燃燒飯 我們把叉燒改為鰻魚 鮮魚米改為珍珠瑪 菜我們改為鰻魚好夾的蔥花 煮的時候我們特意加了清酒 把鰻魚本身的一些不好的味道帶走 我們會用火 把鰻魚的表面烤脆 把整個味道昇華做 然後蝦就連上頭一起炸 全隻用炸粉包著 因為它叫真寶吉列蝦 來到這一間尼泊爾的小菜館 這裡就充滿森林的氣色 好像去了一個森林 但是很魔幻的森林 我們第一道上菜就是這個Penny Puli 剛剛讀了很多次 讀到攝影師叫我閉嘴 我知道Penny代表水 Puli就是解釋這個油炸的餅 哇 來吧 哇 真的成膽一下 太多了 很酸 真的很酸 不行 你知道嗎 通常那間就放滿了 直接泡下去 但這次酸也有難度 可以的 挺有趣的 不要放那麼多 很酸 兩間就行 不要加了 我覺得這個是超級開胃的小食 外面有薯仔 我吃到 還有什麼 番茄 洋蔥 芫荽 脆脆 脆脆 差不多 都是這些 都是很開胃的食物 雖然它外面是油炸 但是你不覺得那種油膩感 是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酸汁的 還有我覺得是因為它很薄 它不會很厚 所以就會這樣 還有我這樣摸完 我也不覺得特別油膩 你摸完這塊 你吃的了 我們在2019年開設了我們餐廳 基本上我們做了一整個 Nepalese食物 我們自己做的 為什麼我們選擇Jordan 是因為我們有很多Nepalese人 在Jordan 像Nepalese社會 我父親是從英國軍 然後我母親生在這裡 所以我來這裡 很多的朋友們 他們也在香港 所以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兄弟們 開設了我們自己的餐廳 因為我們想要 提供我們的餐廳 給我們家人 來這裡 PaniPuri 其實是從 南部的地下 中間 所以它不是從 Nepal 但是它影響 全面的地下 中間 我們近來 我們有相似的 不同的食物 類似的 食物 其實是 Kamrim的味道 Balwan Balwan 是 CREPE Olo Puri CREPE 裡面有 CR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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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第二道 就是這個 血腸 是一個 尼泊爾傳統的小食 我記得 好像在台灣 我記得 都會有血腸 韓國那種 都是 血腸 還有一些豬腸 加一些粉絲 台灣那種是怎樣的 台灣 我忘記了 在家裡見過 但這款 我剛才聽老闆說 是有些特別的 因為全部都是 它們自己做的 好像都是幾種 豬的內臟 和牛血 加起來 一起做的 剛才好像有說 是豬幫 還有豬心 試試 很明顯是 內臟 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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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實的食品 口感很豐富 它是有少許內臟的 腥腥的 我不知道是否叫腥 好像臭味 內臟的味道 總之 每個人都會接受到 這個臭味 但又有少許香料味 我可否用它形容為 好像炒好的肉絲 然後包在腸裡面 然後我們知道 全部是有一絲絲的肉 再加上 因為有些內臟 都是比較 豬潤 質地 都是比較 軟 它就好像是一些肉絲 再加一些 軟 一些 質地 所以一個口感 有不同的東西 再加上它的皮 也挺有趣 接著來到的 就是我們的重頭戲人 Momo 來到尼泊爾 就一定要吃Momo 對 即是尼泊爾的餃子 這裡就有分 可以一半煎 一半是蒸 我們今次試最正宗的 就是豬肉 都是給你推介的 知道嗎? 它的皮很薄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像吃小籠包 不知道為什麼 對 真的好似 因為都是豬肉 而且皮很薄 薄得好像吃小籠包 對 可不可以它搖了皮 它裡面很足療 分別會有洋蔥 豬肉 很大股洋蔥味 對 但不要發現尼泊爾的小食 甜度也有洋蔥 而且我猜它蒸得剛剛好 不會過熟或過生 肉汁鎖在裡面 接著我們試煎炸的Momo 不如你們刺一下 我怕會刺穿了 其實煎的皮和蒸的皮一樣 很薄 所以我覺得它跟我們平常吃的煎餃不同 就是它沒有一吃下去很脆 或者很硬色的感覺 它是軟的 但如果你問我 你們兩個 我應該會選擇蒸 我也是 因為在Nepal 我們有不同的 ethnic communities 所以那一種是 Limbu 這是一種的 ethnic communities 從Nepal 其實我也是 Limbu 所以這是我們 我們吃 我認為 很多人在Nepal 不懂 這些人 喜歡吃 其實 MuMu 是 Tib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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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做的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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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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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了 梳菇 很厲害 這個可以 到L 我覺得 有一陣子是 日本厲害的 吃了Pancake 我好像會很幸福 但有些Pancake 我都吃過 所有梳菇 我覺得有些是 很冷的 L很軟的 有些聲稱梳菇 那些是很結實的 不知道這個是屬於哪個版本呢 但我喜歡空氣感 我也喜歡空氣感 這個 其實很飽 期待 耶 吃甜品 你有沒有發現我每次都是吃甜品最精神 很開心 吃甜品 吃甜品 超有蛋 我甚至覺得好像在吃蛋 煎蛋 對 它不算是我吃過最有興趣的 嗯 它也有一點實 但不是死實 不是完全粉漿的 軟熟 軟熟 我還喜歡它的Pancake蛋 而且不太甜 嗯 味道濃濃的抹茶味 然後就試這個 我和Fiona都想吃的鍋夫 這個青椒焦糖味 對 一定是最配的 不知道這個鍋夫 被我們剛才是這樣拍照 打卡玩了這麼久 不知道會怎樣 有很多軟熟 嗯 這個很美味 我不是說它很厚 很大塊 但這樣吃下去 我又不覺得它的品質很多 我覺得這兩個甜品的特點 都是很鬆軟 而且你吃下去是不會覺得很飽 因為有時候吃鍋夫 一班人想吃完一個正餐吃的甜品 然後很想試一下鍋夫 但都覺得很飽 很飽 很飽 但這兩個甜品絕對沒有這個感覺 HERROR在佐敦大約開了一年多一點 那當時我們會選擇在佐敦開這間店 其實是妙街的那一頭 其實有很多咖啡店 但那些咖啡店是專門喝咖啡 但就沒有吃蘇富利Pancake 或者甜品這一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們當時就決定在佐敦開 另外我們今年12月 都在元朗開了第二間分店 舖位又大一點 還有餐廳也豐富一點 當時由機緣巧合 就認識了法國的藍底師傅 基本上我們整個甜品餐廳都是他設置 我們的原材料 全部用日本或法國入口的材料 出來和坊間的味道或質感就很不同 其實我們在鍋夫都很… 很多客人來吃了都覺得是比較出色 就是坊間我知道很多店是用台灣麵粉 當時研發了很久 最後選擇了法國麵粉 因為它的麵粉做出來的味道很香很濃郁 蘇菇尼就會用日本新紀元的蛋 另外當然我們就有加了一些自己的配方 令蛋香比較濃郁 因為坊間有些就是吃一些很滑 有些是吃比較實身一點的 Tera就是比較中間位 我們的Cream是自己打 我們就不會好像… 外面有些叫做很甜 死甜的那種感覺 我們那些配料大部分都是自己做出來的 可以在這裡幫我們打卡嗎 這個位置漂亮嗎 我最近很熱愛打卡 為什麼你又趕著走 她今天經常問我幾點 對 我剛才要回答7點 我不管她 其實我都是不道路 我不管她 她要走了嗎 但我突然很喜歡翻歌 我想吃東西 我想打卡 可不可以幫我拍機照 她連眉都說我要走了 算了 我們不要勉強 我們今次吃東西不肥就完結了 記得留言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有如果想我們去哪個區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2023年 is coming 大家吃得快樂 生前進步 OK 多謝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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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哪裡 我最近已經好像中年阿嬸 要帶熱水壺出街 你有沒有發現晚上會去喉嚨 有點乾 她是中年阿嬸 對 對 我對她同學 但我陪你很遠 剛剛那個同事才叫她跑過來 完全不理人 她唸頭也不回 真的頭也不回 你生氣不生氣 你怎麼知道她便秘 我怎麼知道她便秘 她胡說 她胡說 所以有什麼 關於便秘的 可以贊助 她繼續吹 她繼續吹 自從我幫她打卡 她現在上了 剛剛是她的 我幫她打卡 你看她 是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她指導一下 不知道 多謝你看米子 記得留言 分享和讚好我們的影片 還要按一下小鈴鐺 做了 你 你 為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